不知不覺間 發現自己原來都在這裡住了一段日子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也都習慣了沙酸到來去匆匆的生活節奏 都沒什麼時間讓自己停下來想一想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令自己這麼喜歡興奮這個地方 還記得四年前初次搭到這個地方 作為一個一無所知的Freshman 比起期待 更多的是迎接美知的不安 直至列門打開那一刻 開眉的笑臉和歡呼 將我的顧慮逐一打破 無論是和村民兄弟促失長談一宿之後 走下去早茶見到的日升月落 直至傍晚黃昏模式 天台BBQ過程中看到的晚霞日落 好是一個揮灑熱血的地方 少年正眉光成長 由耳光捕捉平庸之美 因為青春 所以再平凡 都是你我之間的獨家回憶 去到第二季 去到第二季 慢慢沒有了Freshman時期的免田 亦都逐漸在科入面找到自己的定位 對隊伍亦都比起以前更加上心 每個星期都博盡練球 自己都時不時去加操 只是希望可以在英特科發光發熱 你問我當初是否好搶 看回大家在英特科博曬的舊相 2、3、Tyson 我會說 這段日子雖然辛苦 但最值得懷念 第三年COVID爆發 好多Hall Function都暫停了 本來以為這年會不溫不火 但帶來的又是另一個體會 大家一起去Pantry煮飯 一大把人迫在房間看電影 玩board game 二百多尺的空間 乘坐著的不止是這東西的笑聲 更加是二百多個可微 相互交集後 延續出來的無限故事 我會一直記住在這裡的每一個片段 日後還會有無數的夜晚 然而卻不會再一個比得上今宵 在開的最後一年 身邊很多事都不知不覺改變了 然後學好久沒再舉辦 大家對比賽的記憶都逐漸模糊 大學天降一個Hall Reform 另外一路拍子的Hall System 一步又一步的瓦解 大家都只可以無奈蓋炭 而身邊的熟人 不是畢業就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住 看著他們一個個這樣走 我才知道原來成長就是不斷告別 說到尾 其實對一個地方懷有感情 從來都不是因為這個地方的本身 而是有一班人 跟你一起在這裡創造了屬於你們之間的回憶 正正是這些青春印記 為這個地方賦予了意義 在離開的今天 我才發現自己最留戀的 其實是曾經在這裡發生過的人同事 是大家在這裡留下的喜與悲 亦都是我在這裡度過的年同月 我將我最好的年華留在Heisen 這段屬於我的青春歲月 今天即將要畫上句號 但屬於你們的故事 其實才剛開始 但屬於你們的故事 其實才剛開始 了解 小你的故事 這段屬於你們的故事 有關於你 製穿 zod靠 有關於你的故事 是一位